對 我很驚訝我最初的總統獲得 當然 羅里斯曉森 首席首席首席 英國都獲得了 所以有幾個議員有幾個議員 但我認為我最初的總統獲得 中共肺炎疫情在美國持續上升 連奧克拉荷馬州長都宣布確診 全美41週在過去14天都出現病例增加 而佛羅里達州確診人數屡創新高 在7月12日單日確診人數甚至突破1萬5千人 是全美各州的最高紀錄 不過佛羅里達州破紀錄的數字也引發關注 美國福斯新聞調查發現 有許多實驗室的數據竟然是百分之百確診 福斯新聞訪問這些單位 其中奧蘭多健康中心承認這些數據有錯誤 實際的確診率只有9.4% 而百分之百的確診率超過實際數據的10倍 另外美國CDC主任佛奇帶來了關於疫苗的好消息 最快在今年年底疫苗就能夠出爐 疫苗的好消息也帶動美股三大指數應聲上漲 顯示投資人對經濟提早復甦更具信心 新唐人亞太電視江紫陽編譯 會議 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